988聚焦东盟 6月11号星期五的988聚焦东盟 哈喽你好我是Cindia新锐 首先带你看头条看点 头条看点 一场疫情让许多国家的医疗资源超负荷运作 医疗护理领域的人手更是严重不足 为此这位香港公司开发了 可以帮助护士寻病房的机器人 为医疗保健机构提供支援 同时还可以跟隔离人士互动 那这个机器人呢就叫做Grace 它是由香港汉森机器人公司推出 它呢穿着蓝色的护士服 胸口设有感热扫描仪 除了可以测量人类的体温和反应能力 还可以通过人工智能为患者看病 那我们都知道 冠病的传染性质就使得人与人之间必须要保持距离嘛 但是呢长时间留在家里精神状况是容易受到影响的 因为我们都渴望跟别人面对面的交流嘛 那对于病人来说呢 除了加重心理压力也可能导致病情恶化 那因此呢公司在设计这款机器人的时候 还让它有着像人类一样的外貌 可以模仿超过48种脸部的肌肉动作 拥有令人安心的神态 同时呢它还会说英语华语和广东话 那就可以跟隔离中的病人或是独居老人互动了 那其实在越南呢当地一家医院日前也是开始在新冠患者集中隔离池 用了一款叫做VBOT2的工业机器来代替医护人员进行服务 那越南的传染病协会就认为 机器人将有助于减少新冠病毒在医院内传播 同时呢机器人的工作效率也更好 当然这个机器人的出现呢就意味着 越南已经自主掌握了医院内服务机器人的相关技术 那其实不久之前呢第一个会说越南化的机器人才正式亮相 它就叫做青年小姐 而它将会成为当地媒体青年电子报的客服人员 还可以直接跟读者互动呢 而在新加坡因为疫情导致清洁员工的工作变得更困难 也因此催生了清洁机器人EVA的出现 那它呢除了可以快速的擦洗大面积的地板 它的用水量呢也比人类清洁工少了70% 刚刚提到越南本来呢他们就是防疫模范生嘛 但最近呢除了疫情升温也面临疫苗不足的问题 为此越南政府就找上了俄罗斯 希望呢可以授权在越南生产俄罗斯的 史普尼克5号疫苗 那根据越通社的说法 俄罗斯方面呢是正在考虑在越南进行疫苗生产技术转让 因为越南是清楚知道假如说疫苗接种工作的推展缓慢 以致无法实现群体免疫 经济就有可能因此失去优势 虽然说越南是有对外洽购了1.2亿剂的疫苗 但是目前呢就只拿到了290万剂 同时越南的接种率也落后于区域的邻国 截至星期一越南9800万人口当中 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的人数只有110万人 或是只占了1.12% 而完成两剂疫苗的就更少了 就只有大约3万人 那另外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 美国总统拜登政府还会再加码捐赠5亿剂的辉瑞新冠疫苗 并在未来一年捐赠给大约100个国家 而在这之前拜登政府已经宣布 美国将在6月底之前跟全球分享至少8000万剂的疫苗 下个星期就是端午节了 相信很多人呢应该会很硬洁的吃吃粽子吧 那今天我国受到了全面封锁措施的影响 在各大网络平台呢 你就会发现出现了很多卖家 卖粽子来赚外快 造成传统粽子的零售市场出现了竞争 那当中就有业者透露 转到网上去销售之后呢 现在每一天的粽子销量是介于200到300个 那夜行除了改变了粽子的销售模式 也让庆祝方式有了变化 其中呢向来重视端午节的新加坡近江会馆 今年就改为线上举行端午节晚会 虽然说方式改变了 但是为弱势群体传递温暖的心意一点都没变 好啦头条干点就说到这里 我是辛迦辛睿 每个星期五聚焦东盟就会有去东游这个单元 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在全球各地延烧 口罩MUST呢就成为了出门的MUST 这个在腋下新常态的生活必需品呢 需求也是越来越高 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市面上呢 也出现越来越多不同设计的口罩 当然有需求呢就有变通 有一些呢还非常的有创意 像日本之前呢就有科技公司推出了 翻译口罩 而现在呢又有创意公司跟日本知名的 菠萝面包专卖店联名 推出了菠萝面包口罩 就是呢直接把这个菠萝面包挖洞 然后呢就戴在脸上 这款口罩呢也号称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口罩 因为在你戴着的时候呢 会一直闻到这个面包的香气 而且除了可以戴还可以吃 商家呢还贴心的附送橡皮绳 让使用者可以依据你的脸型大小来自行调整 那可能听到这里呢你会觉得 我这个是在开玩笑吧 但这个绝对是认真的商品哦 而且它是经过第三方检测机构测试 真的是具有防飞沫的功能 它的防护力呢也不比市面上卖的口罩差 因为这款面包口罩呢 它采用3D的设计 非常贴合脸部 虽然说号称是世界上第一个可以吃的口罩 但是初产公司又特别强调 如果说口罩使用过呢 可能就会有病毒附着着 所以就提醒消费者千万不要吃面包的外侧部分 那现在这款口罩呢 在日本网友直接讨论度是相当高的 不少的年轻人都跃跃欲试 等不及想要戴或者是吃这款口罩了 好啦相信你也好奇 这款这么神奇的口罩卖多少钱呢 根据官网的资料 5个波罗包口罩的售价是1800元日币 换算码币呢大约是68令吉 也就是平均一个口罩卖13令吉60元左右 那这款波罗包口罩是不是有成功的引起你的兴趣呢 接着来看另外一个同样也是跟吃有关的看点 印尼是亚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当地的确诊病例呢一直很高 所以政府也很努力的在加速疫苗接种 但是呢就是一直处于慢热的状态 不过打疫苗是热不起来 但明星联名套餐却在当地热的爆炸 你还记得前一阵子 韩国人气男团BTS跟麦当劳推出的联名套餐吗 当时一登陆我国呢就马上掀起了这个紫色风暴 而且这股BTS的紫色旋风也同样的洗整了印尼 这个套餐从推出到现在就一直是个焦点 那套餐里头呢有鸡块薯条还有一杯饮料 它的吸粉之处呢就在于它的包装是经过特别设计的 不再是麦当劳的标志性红色黄色 而是变成了BTS的印原色紫色 甚至呢还印上了BTS的logo 那这个联名套餐呢上个月开始在全球几十个国家上市 不久之前就轮到了印尼 当地期待已久的ARMY们 也就是BTS的粉丝们呢都难掩激动的心情 套餐推出的第一天就马上疯狂的抢购 导致全国各地的麦当劳都出现了被送餐员挤爆的情形 不过由于当地的疫情还是很严峻 很多印尼人都担忧 大家一窝蜂的去买 恐怕就会成为防疫缺口 而有关当局也担心 外送人员排队取三的人潮恐怕会造成群聚感染 所以呢他们已经要求至少13家的麦当劳暂停营业 以避免疫情扩散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是金甲新锐 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